然後怎麼辦 他說我們就製作一個QR Code 要團的自己就在那邊掃一下 自己就點點點點 馬上資料就收到了對不對 然後你就留詳細的聯絡方式 或者是說收件的方式吧 不然的話以前要處理團購有多麻煩 這樣的話所有資料都在雲端 你也可以share 比如說你要共用給別人 這邊有個共用 那共用不是說所有的共用 你可以把對方的那個Gmail帳號 Google帳號打上去 然後他可以怎麼樣 可以編輯就是說他給修改 可以檢視的話就只能看 不能改 這樣不是很棒嗎 如果說他有條件的改的話 就可以註解 他有註解你再去修改 三種我覺得他已經都幫你想的差不多了 這個東西以前 真的要寫很多程式才能完成 現在根本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你只要會用 馬上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 甚至我以前還試過 以前那個公司有一些實習生 那我就想說他們要打卡 打卡跟員工的打卡要分開 後來我就想說他們打卡 我就給他一個QR code 他來的時候scan一下 他幾點幾分來 自己填一下 就是說他會有名字 然後時間不用 因為他自己會抓到時間 他只要登記 然後告訴我他來上班 跟登記他離開了 那我就可以利用他 馬上統計出 他一整個月的出缺情狀況 你用這個東西 也可以拿來當什麼 拿來當類似像雲端打卡 這樣完全就很方便管理了 應該大概知道吧 只是要變通一下 怎麼做我想你可以再想一下 其實不會很困難 幾個動作而已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所以幾個重點 我覺得這個都很好用 有沒有 最後關鍵來了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說 你們的電腦程度 跟你們到底需要什麼對不對 所以這個 Google也蠻貼心的 它裡面有沒有 在表單裡面 有一個這個功能 叫做顯示回應內容摘要 我就隨便點它一下 發現它真的太妙了 為什麼 因為我本來需要做一個圖表 顯示說我們班上的同學的程度 那它這個功能的話 你會發現 點下去之後 圖表就一清二楚了 其實這個功能 所以我每次上課都會稍微做一下問卷 其實花不了多少時間 你們填完我馬上知道 裡面的話 所以可以從這邊看到大部分同學 這個班的同學好像 程度比較好一些些 比起前幾期來看 也許我可以 也許我講快一點點吧 那如果比較填這個入門的同學 那也許你回去就把影片多看幾遍吧 那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拉一個平衡點 比較不會說 有的同學好像可以 有的好像不行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希望上課以哪個部分為主 那可以 所以最多同學是選這一個 入門解說 OK 然後函數的部分 所以這兩個部分的話 剛好也是我們的上課的主軸 OK 那前面我們 有五個函數的範例 這個五個函數的範例 實際上 就是把我們的Excel 概括成最重要的五個類別的函數 第一個是文字 文字函數 第二個是邏輯函數 就if and or那些 第三個是日期時間函數 第四個是數字函數 第五個是這個檢視與參照 檢視與參照就是類似像V乳函數 有沒有最常用到像V乳函數 跟資料庫比較有關係 那先把這五大函數先講完之後 再來我們就是要來講綜合練習 那裡面的講法大概就是說 會講一下 一般大家比較熟悉的函數的解法 可是函數的解法的缺點 你只能夠解一個部分 但是如果你要批示的把問題解決的話 按個按鈕全部通通做完 那你就需要VBA 可是如何從函數再把它轉變成VBA 這個邏輯是相通的 只是你可能要改一點東西怎麼做 這個也是我們上課的主軸 所以這兩個剛剛好 也是剛好我的預期